哈喽大家好,我是莉莉,这是我姐姐阿姨 在看我弟弟在后面 傲傲同学 今天我们去干嘛呢? 坐着姐姐这辆大面包车 我们怎么要去五彩田园 五彩田园是我们玉林的一个比较有名的景点 对五彩田园的市区还是蛮近的 大概可能20多公里吧 17公里左右,应该不远 所以我们现在都在前往五彩田园的路上计划 今晚在那边露营 一晚我们就睡车里 看现在正在等红绿灯啊 然后呢,姐姐开车 一百秒了,五彩田园 对,不过现在应该不到一百秒了 朋友们,我们已经到五彩田园了 然后开着那辆小吹吹 大车车出来的 对,这边呢是五彩田园里面的其中的一个小的园区 这边叫做河之园 荷花的河 然后我们之前看了一下网上这里有不少的自驾游的车友过来这边露营啊 晚上会在这里过夜 还是比较安静的 并且呢,这旁边有个洗手间 据说是晚上也不会锁门 那就挺好的啦 这边呢就是五彩田园的一个河塘 像呢,现在是冬季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都枯萎了 叶子都没有 然后呢 我们就跑过来这边转转 嗯 姐姐 嗯 嗯 那边会有个房车吗 我去看一下 那边转不过去 好像 可以吧 那要走蛮远 有很远吗 我说那个房车 但是我们要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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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近好不好 一点能看得到的都近 是吗 那你视野范围内也有点远了 这边有一个矿山整治富氯工程 像这边呢 应该是以前都是开采那个石头啊 砂石啊之类的 然后现在富氯工程 别靠这个 你看姐姐 在干啥呢 在干啥 在记录 你在走秀呢 整的一走秀这只姿势 刚刚去那个荷花塘那边转了一下 现在回来了 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这个房车啊 床车的车框了 之前姐姐花的是 6,980买了一辆车 之后呢 就开始了整体的改造 包括贴壁纸啊 还有地板啊 洗刷呀 然后现在就成了这个样子 现在车子里面呢 特别乱 不过呢 这个比较乱呢 才是正常的床车嘛 那些特别整齐的那些都是收拾过的 所以呢 接下来给大家看看 没有收拾的版本 之前呢 我们已经把这个地板呢 全部洗刷过了 然后铺上了新的地板格 姐姐之前呢 不是买了一个床 一米一米六的床 然后有一定高度的 后来就把那个床给拆了 把那个木板给铺到了下面 姐姐就不愿意在上面搞一张床了 她觉得这里有一个高度差 如果直接坐 睡在这个车上的话 会感觉舒服一些 比较有空间感 没那么压抑 现在呢 大家也可以看得到啊 周边贴了壁纸 然后这个旁边还有很多那个窗帘啊 这个布呢 是家里面妈妈用这个布料去车那个袖套的那个布料 然后姐姐就咔嚓咔嚓咔嚓 然后捡了好几大块 全部都挂满了 然后呢 前面这个座椅呢 后面这个座椅是没有没有拆的 它是可以折叠的 折起来这样子 然后前排的座椅就这样子放着 前面大家可以看得到了 然后这个是那个冰箱 冰箱下面是姐姐买的那个锂电池 它是依据那个太阳能充电的 太阳能充电板是放在了车顶 然后前面呢 姐姐就弄了一个 这块木板可以当小桌子 还是蛮稳的 姐姐绑的还是挺稳的 加上前面还有一个窗帘 它是有一个隔断的一个感觉 就是一房一厅 然后一个房间 一个客厅书房 然后加上前面的驾驶位 就这样子了 下面呢 就会放一些零零散散的东西 今天呢 我们是出来这边露营的 所以也不会带什么东西 就带了那个洗漱的用品 还有水 然后还有那个被子 其他就啥都没带了 看现在有两位朋友都在玩着手机 看弟弟 没办法呀 没办法 有啥没办法的 你这个躺得最舒服 谁知道出来真的真是露营 看弟弟出来是想期待着什么 但是大姐就是想出来换个环境办公 对我就是换个地方躺 换个地方办公 然后弟弟呢 本来想出去玩的 但是我们结果来到荷花 荷之园这边呢 就没有再往前走 五彩田园真的很大 实在走不动 现在是冬季 要到夏天才有 夏天 夏天应该就不来了 夏天在这 也是 看这个车子啊 车长还是蛮长的 有时候停车没有那么方便 像这个车尾 还有车头 姐姐呀 你对这辆车改造的满意程度 打多分 零分 我的天 为什么呀 我就是希望改的简单 然后看起来改了 好像又没改的样子 其实我就是加了个碳灯板 然后加了个窗帘 贴了个壁子 然后也没有做什么 座椅还是原来的座椅 就没有改动这样子 因为这个车身本来身就大 如果你加很多柜子的话呢 它就不太强 不灵活 然后不方便你去使用它 确实啊 所以姐姐改造的就是不改 嗯 你准备要去哪玩呀 准备去环游广西 你要不要来呀 我不来 我不想回游广西了 我要跑了 我们跟着玩了 走开 哈哈哈 好了 刚刚呢 对于姐姐的采访也就到这里了 这辆车呢 到时候姐姐就会开着它 想要去游广西 嗯 然后呢 我呢 我比较想开着我那辆小步步 北斗星 去一些云南 自己一个人去转一转 大概是这样子 万一我一个人熬不下去了 觉得太无聊太寂寞了 然后我就会往回开 然后开到玉林了 不 开到姐姐在的地方 然后把东西露姐姐到车里面 然后我就把车开回家 然后我再开 坐着火车去找姐姐 大概是这么个计划 嗯 这就是我初步的计划了 老实话说 这么遮痕 就这样子 但我还是想要我自己有那么一段经历 而不是我每次都跑到 对 而不是我每次都跑到 柜林 对吧 那你加油 对我想要有那么一段经历 大概就是这样子了 然后呢 这一期视频就跟大家简单的聊到这里了 然后大家今天吃好喝好 我们下一期视频见 拜拜 拜拜